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寻春秋 提起世界上的古文明 是人历史能够想到古埃及文明 古巴比伦文明 古印度文明 以及华夏文明等 这些文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为人类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然而近年来 随着西方国家逐渐强大 我国五千多年的华夏文明 一度遭到西方专家的质疑 他们也都认为夏朝根本不存在 中国的文明只能从秦汉时期开始计算 至于惊人言论 立即引起全世界考古专家的巨大争议 我国专家认为 古代的西方文明更加没有任何历史依据 他们的文明只存在于各种神话传说中 比如大家熟知的宙斯宇宙传说 还有雅典娜神话等 这些属于古希腊文明的典型代表 更加应该遭到史学家的议论 为了证明西方文明真实存在 欧美各国的史学家 以及考古专家 长期游走于各个西方国家 以及各大洋之间 前段时间 欧美考古专家 按照欧美联合文部门的相关要求 在西班牙南部 大西洋沿岸进行考古勘测 他们在大西洋近海海底 发现一艘实传千年的古船 这一件人发现 立即引起全世界考古专家的关注 正因欧美考古专家 在研究古船的过程中 发现了47件神秘物质 山童制品 这些神秘物质经过现代科技的研究 它们虽然来自于遥远的2600年前 这种物质想必是人并不了解 依据相关资料介绍 这种神秘的物质 只在古希腊 以及古罗马的神话文献中有介绍 它被誉为亚特兰蒂斯的幻之金属 欧美专家随后 根据相关资料说明 这种神童的经济价值 仅次于如今的黄金 它广泛存在于远古亚特兰蒂斯 这个神秘的国度中 这种物质的发现 再次引起专家们 对于远古国家 亚特兰蒂斯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 亚特兰蒂斯国广泛存在于 北大西洋上 它的辉光文明 一路让世界为之振奋 然而它消失的原因 却至今没能揭开 欧美国家发现这种神秘物质 为这个消失亿万年的古国的存在 提供了最关键的证据 于是欧美专家坚信 大西洋下存在的大国文明 远远超出华夏 乃至世界上的一切文明 本期的寻春秋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 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